宇宙中有很多不知名的小行星,它们在宇宙中乱逛,很有可能哪天就逛到银河系中来,天文学家们一直都在观测着宇宙,尤其是我们生活的银河系。 而前段时间,科学家们又发现了一颗不知道何时跑到银河系中来的一颗行星。 专家表示,这颗星球目前正在银河系中极持,体积晶圆,是木星体积的12倍大,所以地球要小心了。 那么大家觉得会撞到地球上来吗? 这颗极持的星球目前还没有被科学家命名,因为科学家们在偶然观测到它的时候,科学家们之间就产生了不同的理解,而矛盾就出在这颗星球上。 它是一个通济成线中褐色的星球,好像不属于银河系,但目前确实是逛到银河系中来了,虽说体积最大,但是又没有到达恒星的体积,所以部分科学家就将它归为了赫海星。 但是也有部分科学家认为这颗行星还会长大,也就是体积还会增大,未来又长成一颗恒星的趋势。 但是也有很多科学家将它归为了小行星,因为我们知道恒星的体内会发生核聚变的反应,而这颗小行星跟恒星的区别就在于这颗星球体内的核聚变反应,却不是非常连换的。 虽然它也能够发光发热,但如果真的将它归为恒星的话,它又不能像别的星球一样可以给附近的星球提供稳定的光和热。 也有一些科学家认为这颗星球没有适合它的分类,它就是宇宙中的一颗显反的星球,自在惯了。 不过这颗星球跟我们银河系中的大部分星球最大的区别,就在于这颗星球有着强大的磁场。 银河系中最大星球的磁场也不及它的百分之一。 对于科学家们的研究星球的磁场具有重大的意义,而且这颗星球上还能发出神秘的光,具体发光的原因还是科学家想要寻找的。 说不定了解到了这颗星球的秘密之后,宇宙中那么多独来独往的行星的秘密就都被知道了。 虽说这颗星球在银河系中乱逛,但想要撞击地球还是很遥远的事情,人类暂时不用担心这方面的问题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